一、忍得住孤独,人生想要获得成功,必须忍得住孤独,尤其是在创业之初,很多时候为了达成目标,可能别人在休息时,我们还一个人在默默闻地付出,这种过程是非常孤独的,但如果能停得过去,我们将会比别人取得更大的成功。 二、忍得住寂寞,为了生活,为了工作,为了事业,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陪在亲人朋友的身边,而是必须占用很多的休息时间和与家人团聚的时间,我们是否能够耐得住这种寂寞? 三、挺得住痛苦,人生道路并非一帆风水,一路上难免会有很多坎坷、泪水、痛苦,痛苦之后往往会有两种结果,一是唯靡不振,二是更加强大,我们在经历了痛苦之后,究竟是唯靡不振,还是更加强大,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挺得住痛苦? 四、顶得住压力,没压力就会没动力,大家都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,但是很多人却在遇到压力,时选择能逃避和放弃,只有当我们摆正心态,坦然地面对压力时,才会给我们的成长和发展注入无限动力。 五、挡得住诱惑,做人做事,必须坚守自己的理想和原则,只要我们所坚守的是正确的事情,哪怕会有短暂的痛苦,也应该坚持下去。 如果我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事情,哪怕会得到了短暂的快乐,也应该坚持拒之,生活中处处都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诱惑,如果定力不强,这些诱惑会随时影响,并阻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,甚至会让自己迷失前进的方向,陷入短暂利益的漩涡中。 在种种诱惑面前,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正确的原则和理想。 六、经得起折腾,每一次的失败,每一次的闷水和汗水,总是在不断地折腾着我们,因此让我们的发展道路充满荆棘,但经过无数次的折腾,才会让我们从中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真谛。 我们是问自己能一而再,再而三地经得起折腾吗?当经历无数次的折腾后,我们还能坚持吗? 其,受得起打击,当面对他人一次又一次的冷嘲热讽,当面对客户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时,我们能经受得起吗? 我们是否还能保持最初的激情?同时坚守自己的目标,我们是否还能保持不下降治标,而是持续不断地增加措施? 在市场开发中,当客户毫不客气地让我们滚时,我们会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? 我们是继续争取,还是马上灰溜溜的一踩而从此不再争取面谈?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,不在打击中成长,就在打击中消亡,吧? 丢得起面子,面子是自己给自己的,不是别人给的。 害怕丢面子会让自己丢一辈子的面子,害怕失败会失败一辈子。 害怕丢面子往往带来的结果是打中脸充胖子,会让自己更加痛苦,从而丢掉更大的面子,让自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。 求,丹得起责任,责任一辞在生活,工作中,随时被我们挂在嘴边? 屡见不鲜,新华词典中对责任的解释是,分内应做而为做或者为做好,应当为此承担的过失。 责任分为三种,家庭责任,企业责任,社会责任。 在家庭中,我们扮演着儿女、父亲、丈夫、妻子等角色。 在企业中,我们扮演着员工、管理者、领导或者老板的角色。 在社会中,我们扮演着公民、律师、老师、企业家等等角色。 总之,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,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 然而我们是否能真正地用行动来承担起自己在各种场合下的角色? 是,提得起精神。 当我们在连续多天加班或超负荷工作后,是否能提起精神,为了自己的目标而继续冲刺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